主料,百香果600克,雪梨2个,辅量,冰糖300克,选10个雪梨这是3000克百香果的量。 3000克百香果,我个人喜欢百香果放的有点硬的,冰糖1500克,根据个人喜好可少点糖,雪梨是皮质和切片,将打碎的冰糖粉与雪梨片胭脂片刻,将百香果汁袋子一同倒入胭脂的雪梨锅中。 大火煮开,改小火慢熬,其间去掉上浮的泡沫,熬至雪梨晶莹剔透,枝叶粘稠即可。 探凉后,将百香果雪梨茶装入以消毒的保鲜盒内,饮用时充气烧开水充服即可。 烹饪技巧,如喜欢更甜,客家适量都腻,更滋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